将近200位师生同聚一堂 为的就是聆听医师带来的健康讲座 就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学生可以更深刻的了解 正确饮食的重要性 蔬食对人体的好处 还有环保对我们整个环境的重要性 其实我也是觉得跟这些孩子们互动 我们不应该用一种很特别的情绪去对待他们 应该还是自然一点 那我在想就是爱有多大 其实它力量就有多大 那如果说我们都能用这样的一个心情 就是很想跟他们陪伴关怀这样的一个心情 来跟他们互动的话 自然可以看到孩子们哪一分真 范文林主任也牺牲假期 来到西罗联络处 陪伴35名池少志工服务队的年轻学子 让他们了解重症医疗的抉择 如何一并平安让爱延续 在当你真的要面临器官捐赠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比如说家属的因素需要考虑 对这一点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有在想以后如果有这个机缘的话 可能会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可能可以让别人以另外一种方式 再代替我活着的感觉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需要爱与善的传递 这就是有温度的医疗人文 大新闻云林综合报导